第一次到这个威海这个机场 走 咱们去转转 时刻紧绷防范之路 警方电信骗犯罪 现在的宣传标语都到了 国内到达 你看咱们选的位置还可以吧 出来 比这个出口最近 这里看到一个展示柜 看到没 违禁物品展示柜 就是禁止旅客随身携带和托运的物品 闲着没事咱们看看都有啥 第一次看到没 这个是磁性的 这个擦窗户器不行 那边还有什么点符 氧化剂 有机过氧化物 消毒液 点符不能带 这边的是打火机油 这边这个是打火机了 打火机也不能带 你看那个表 那个表都是打火机 这个都是电子打火机 都不可以带的 金属的也不能带 它这个是卡尺 你看海滩的小铁锹 螺丝刀 弹弓 那边都是啥 其他液态物品 鞋油 墨水 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里面放啊 东西啊 那个沙漏可以来回流的 液带液体的也不能带 这肯定不行 哦 你看剪刀都不能带 理发师专用的剪刀也不可以 瑞士菌刀也不可以 蛋壳供应用品 酒也不可以吗 低于70度的酒类不行 这个啤酒啊 白酒啊 低于70度的不行 那高于70度的不就是酒精了吗 75度是不是酒精了 酒精不能带吗 不是 不太好说 这什么 消毒类的 氧化剂不能带 可能酒精可以带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高于70度的酒就可以带了 这叫芥末不能带 液态食品 虾酱 下面这层呢 第三层 看来是 锂电池 这个 这个 头灯里面啊 就是这个照明啊 有这个锂电池 充电宝 充电宝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的 但这种三无产品的 好像 没有厂经厂主的 好像不行 这个 不知道他这里的可以见 云南气无际 喷喷的也不行 还有这种化妆品 补水的 芦碑胶 牙膏 大宝 SOD 也不行 这啥意思 75%的酒精消毒液不能带 酒精湿精不能带 那这个什么 这个呢 低于70度的酒类不能带 有高于70度的酒类吗 你高于是不是就酒精了 搞不懂 这个是甩棍 防狼喷雾 还有个电棍 这不能带 子弹 还有个子弹 弹药 不能带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腰带刀 看到吗 腰带刀 什么折叠刀 不能带 这是管制刀机 管制为 枪 玩具枪不能带 大火机 玩具枪 那些 类似这种 仿真的枪枝 或者玩具的枪枝 都不能带 哎 气质的大火机也不行 其实 这些都是不能带的 但是我就没理解 这个低于70度的酒类不能带 高于70度的酒类就可以带了 没得没写 这个液体酒类不能带 对吧 但是这里又是酒精不能带 是吧 75度的酒精不能带 哎呀 这就有点懵了 这岛主就很好奇了 我记得我之前坐飞机的时候 好像是100克 就是以下的 没开封的液体 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还一种 我记得好像是 所有液体都不让带上飞机 我记得好像有点混乱了 我记得好像当时 矿泉水瓶都不让带上去的 所以说呢 这里面说的是70度以下的白酒 那有个问题了 如果是70度以上的呢 比如说72度的衡水老白杆 或者72度的73度的其他的白酒 能不能带上飞机呢 就是可以随身携带呢 那有没有这个机场工作的小伙伴啊 给分享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